警方分别向两名嫌犯告知相关权利 这起自残诈保案件发生在去年1月 嫌犯谎称骑机车业由淡水阳明山等地双脚遭到冻伤 前往医院就医进行截肢 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不过保险公司怀疑嫌犯的伤势不合理 因此向刑事局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当天气温并不足以造成冻伤 直接戳破嫌犯的谎言 警察阳明山淡水当天的气温在6度到17度之间 会达造成冻伤的条件温度 且事发前几天 当事人才向八家保险公司申请私人离北 出险金额高达新台币4126万元 嫌犯以常理不符 警方在台北云林等地分别收出装干冰的白色保利笼箱 及泡脚的绿色塑胶筒 还有药保文件等证物 原来杂姓嫌犯以投资虚拟货币亏损为由 诱骗张姓嫌犯签下2500万本票 并与张姓嫌犯合谋 透过双脚泡干冰10小时自残 以诈骗总额超过4000万的保险金 检方分别以诈机取材 及帮助他人自重伤等罪 将两人提起公诉 其中杂姓嫌犯被法院裁定羁押 而20多岁的张姓嫌犯 仅因为贪财尽终身残疾还吃上官司 也让检方大贪因小失大并不值得 记者张其滩采访报导